是 你的舌頭 你的舌頭 好 你看你的舌頭中間偏白 有沒有看到 你看到了嗎 我看不到 那我等一下看 你等一下看 中間偏白代表你就死寒 你看他舌頭側邊 你有 有那個指甲 那個咬痕 那就代表 舌頭側邊 側面看 照側面 好 所以有一點點好像一條一條的橫路 那就代表也是死的現象 那你的舌頭看起來就是 有點 論 比較滑論 而且偏白 那就是代表你死寒的現象 你等一下看你的死寒的部分 那像這樣的情況要怎麼樣處理呢 這個死的部分 真的 我也自己的死 我也處理了一年多了 還是沒有完全處理掉 因為這個是很大的困擾 一般我會用比較 因為既然是死 我就當然會拿它溺水的部分 溺水 溺水 多喝水 不是 多喝水不是溺水 你的意思是說 吃西瓜 西瓜有時候你吃了會 旁邊的環境 環境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的身體太寒 那你就晚上又吃 晚上半面會起來 拉肚子 那叫米蘭話講 吃西瓜 沒有很久 那是因為那是 濕寒的人 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溺水 那吃紅豆湯呢 可以 紅豆湯很適合 應該來講你可以用一種叫做山豆湯 但是不是吃一次兩隻要長幾次 山豆湯就意思是說 你不管是白豆 紅豆 綠豆 黑豆 任何一種豆 各種顏色的 只要三種以上 那你放進去洗乾淨 就開始用瓦斯的煮了 煮了 煮了稍微 水滾了 滾了幾分鐘 豆子還沒有破之前 關火 豆子破了就不算 那個叫做灰塵水 那個就是 治我們的皮食 最好的時間 在下午三點到五點之間 溫溫的喝 這個是中醫的所謂的灰塵水 你可以這樣做 那剩下的豆子 你就可以去煮飯 煮來吃 這樣就解決 那這個是一個 叫做我們講山豆湯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 這個是一種廚師的方式 另外一種廚師的方式就是 不要吃飯 不要吃飯 讓他休息 讓你的皮休息 因為他已經over time太久了 讓他休息了 一個月讓他休息了 三天一個禮拜 讓他休息慢慢的恢復 你的意思是說 有一點禁食 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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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 因為禁食有一個 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有風險 他可能得到 銅酸的問題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那個叫斷食 叫清水斷食法 你可以用果汁斷食 你就喝果汁就好了 因為他提供你足夠的能量 以及足夠的那些需求 跟養分 他裡面有維生素 蛋白質 礦物質 這些都都有 你就喝果汁 但是看你能不能 會受得了 另外一個比較高檔一點 就是喝酵素 喝酵素 那酵素 水果汁都偏寒 所以你要注意說 我喝一點 比較熱的 譬如說桂岩 紅燥 或者是薑湯 對我們來講 就是這一段時間 你就盡量不吃 就是喝這些東西 來替代他 讓你說你都沒有 消化系統都不用洗到 你讓他休息 他就會慢慢的回復 就是人 你要休息嘛 就是休息 因為你要如何讓器官休息 就是不要讓他工作 盡量用那些 他不需要動的方式 就這樣 看看我可不可以 試著什麼 試著 互相學習 因為也是來這邊學習才會 方法很多 只是不知道而已 謝謝 這個就給你做參考